在直播上大力抨擊詐騙集團 知名直播主丟丟妹提醒觀眾不要上當 原來他的粉專被詐騙集團冒用名稱 已經有好幾個觀眾受騙 而現在幕後的騙子終於落網 大批警方前往攻堅這處名宅 原來這邊就是詐騙集團的據點 逮到這名34歲 饒性男子有多項詐欺前科 他在網路上冒充的對象 除了丟丟妹還有甜歌海鮮 拼鮮水產的27個臉書直播主 他會先創立同名的假帳號混淆 並埋伏在觀眾群中觀察誰得標 主動密他要求對方照流程付款 或是告訴觀眾被挑選為VIP 有禮物拿 要求填寫資料 騙取信用卡資訊再到刷 至少上百人受害 詐騙金額超過600萬 額度刷滿 你在換一張卡 因為你這個金額輸入仇 在鏡頭前炒熱氣氛 觀眾喊價減便宜 現在也越來越多店家 開直播充業機 其他直播主 也有被詐騙集團冒充的經驗 他們會提醒觀眾三大重點 要注意帳號是不是官方的 不會用個人帳號 得標後也會要求先加LINE 二次確認 另外直播主也不會主動 私訊得標人 而是要買家自己截圖 私訊粉專才不會搞錯 客人沒有主動聯繫我們 我們才會去聯繫客人 但我們所有的流程 一定都是透過公司的帳號 或者是公司的LINE 絕對不會有個人的帳號出現 其實臉書直播粉專 都有加以提醒 不是官方的帳號都不要理會 民眾在付款前 可要張大眼睛看清楚 多重確認 才不會讓錢落入冒牌貨的口袋裡面 TVBS訊言無期情侶 關於Taywood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